好,各位同事 那么我们本节课来讲一个 我们平常使用这个枚举的时候 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 好,那么关于这一个小节的内容 我建议是有一定编程经验的同学来听一下 我们在编写服务器代码的时候 少不了经常要和数据库打交道 那么我们一般情况下来说的话 如果我们想在数据库里存取这样的一个枚举值的话 我们通常在数据库里面存取的是这样的一个枚举的具体的数值 比如说这样的一个134 好,那么除了在数据库里存储这个数值用来代表枚举类型之外 我们还可以选择存取这样的一个标签名字 把这个标签名字以字符串的形式 存到我们的数据库里的某一个字段里面 用来代表这样的枚举类型 好,那么我的一个建议是 建议大家使用这样的一个具体的数值134 来存储这样的一个枚举类型 我太建议用字符串的形式 因为数字更加的简洁 并且它所占用的数据库的空间会更小一些 好,那么这个是在数据库里面 存储这样的一个类型的一个方法 用数字来代表 但是我们很多同学不仅仅是在数据库里面 存储这样一个具体的数值来代表类型 它会在代码里面也用这样的一个具体的数字来代表类型 这个就是不太建议的 我建议的一个做法是 我们最好是在我们的代码里面显示的第一一个枚举类 用枚举类上面的每一个枚举类型来对应数据库里面的每一个数值 也就是说我们在编写代码的时候 用枚举类 这个可读性会更强一些 这个是给大家的一个建议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如果说我们在代码里面 用1234来代表枚举类型的话 我们经常都会看到这样的一种情况 1伏某一个变量A等于1 这样某一个变量等于1 然后我们就做一个处理 然后比如说我们写一个point空 然后又接着又是1伏A等于2 然后我们又做一个处理 显然的代码的可读性就太差了 对不对 如果说别人看到你的代码 对不对 别人会奇怪 1是什么 不知道 2是什么 不知道 除非你还要在这里的很麻烦的 加上这样一个注释 说明1,2代表什么类型 这个是不建议的 但是我们换一种情况 如果A这个变量 它是等于这样的一个VIP.Yellow 然后2是VIP.Black 我们随便距离 这样的一个可读性 是不是更强一些呢 它肯定是比我们的这样一个数字 可读性是要更好一些的 好 那么这个是这样的 知识点它就摆在这里 1就是1,2就是2 但是不同的人 他的这样的一个编程的理解不一样 所以说他写出的代码的风格也不一样 那么我们要给出的就是一个比较良好的编码的一个习惯的建议 你说你这里用1,2可不可以 可以 代码逻辑上是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写代码 最重要的一点 很多同学认为是性能 但是我认为性能只能排第二 最好 最重要的第一的应该是你的代码的可读性 这个是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 好 然后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实际问题 我们说了这数据库里面 我们是存储的这样的一个1,2,3,4的数字 然后我们在代码里面又定义了这样的一个枚举类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如果说我们从数据库里面查询出来了一个具体的类型 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数字 我们如何把这个数字和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枚举类型对应起来 好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进一步的转换一下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变成了我们如何把一个数字转换成我们的枚举类型 好 比如说我现在在数据库里面拿到了这样的一个取到了一个具体的数据 这个数据是A等于这个数据是A 然后它只是1 那么我现在在代码里面 我必须要知道这个1它代表是哪一种数据类型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做一个类型的转换 我们需要把这个数字1转换成我们的每一句类型 好 那么转换的方式非常的简单 我们只需要使用这样的一个类的类名 然后把具体的A 把A传递进来 然后它得到了结果 我们打印一下 看一下 好 打印的结果就将是一个每一句类型 好 我们把下面的这个大码给注释一下 好 我们发现什么 我们会发现这里的VIPA 它已经变成了VIP.Yellow 好 不要看这个方法简单 我记得那会我才学习Path的时候 Path2里面是没有每一句类型的 然后当时是从Path2转Path3的时候 我就找这个方法 我找了好久才找到 虽然比较简单 但是大家记住之后 以后在做实际问题处理的时候 可以节约大家不少时间 好 那么这里其实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类型转换 它和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整形转成字符串 这样的一种转换方法还是有区别的 这个地方只不过是说 使用这样的一个数值 来访问具体的这样一个枚取类型的一种方案 只不过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类型转换 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一个真正的类型转换 好 那么我们本节课就讲这样一个比较实用的一个小个知识点 好 朋友们 那么我们下节课再见